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动作时 上肢的控制能力 我们会贴一些反肝点在手臂上 如果我们想看肩胶骨的控制能力 我们会贴一些反肝点在肩胶骨上 身躯的部分我们会贴4点在脊椎上 前后都会贴的 因为很多时候 运动员做举手的动作时 肩胶骨的控制能力不好 所以我们会贴一些肌电图 在肩胶骨最主要的肌肉 去替他们做动的时候 肌肉控制能力是怎样 之后病人就可以开始举啞鈴 实验室的红外线摄影机 会多方位地记录患者上肢的动态影像 然后再传送到电脑进行分析 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的反肝点 黏在他的身体上 这四点是他的身体的动作 这四点是他手臂的动作 这三点是肩胶骨的动作 除了看到他的手向上举高的时候 整个三维动态的分析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肩胶骨四条肌肉的活动量 第一条可以看到肌肉是我们的上斜方肌 第二条和第三条可以看到我们后面 肩胶骨的中斜方肌和下斜方肌 下面这一条可以看到我们前脚的肌肉 大家画面看到第三条的肌肉活动频率 明显比第一、第二条低 即是代表下斜方肌的活动量没有那么好 经过动态分析 知道了哪一组肌肉的活动量比较弱之后 物理治疗师便会建议病人做相关的肌肉训练 减低再次受伤的机会